哇 你看我们前面有一个摩托车在高速上 好像四川这边摩托车是不能上高速的 它怎么上来的 嗯 好危险 对 我觉得其实摩托车上高速是挺危险的 而且它跑的很慢的 这只有70万 其实它也算是机动车 在有些省份是能上高速的 四川是不能上高速的 因为这边就是山区嘛 路况比较复杂 我还是离它远一点哈 是挺危险的 有些你刚才编到那个都没有太估计这边 是变到这边 我们现在到这个建门关服务区停一下 还去加个油 怎么了 还堵车了吗 这个服务区好像很小哎 好像是哎 嗯 不过也得停啊 我们要加油 对 加油 现在我吸取教训了 不能等那个灯亮才去加 这个国庆节车流量比较大 服务区都挺满的 其实节价值的话 我其实一般不喜欢出来玩我们 人太多了 不过我们现在路上还好 也不是专门去呢 嗯 我们到目的地的时候已经完了这个假期 嘿嘿嘿嘿嘿 哇塞 这个服务区人太多了 我们都是停在这个最外面这个口子这里的 然后现在后面就已经交集马路给封了 不让进服务区了 我们运气还好 因为我这个服务区必须要加油啊 现在里面再上车了 上完了我们就全面去加个油继续走 现在我们就去加油了 哇 现在人真的太多了 对 回去太小了 而且咱流量又多 嗯 慢点啊 我们要往那边拐 这边不是 在那里面呢 等一下 现在就加油 我这次加油已经是改加95号的了 因为之前有朋友说啊 我们这个唐地梦啊 加95号有比加牛二更好 然后呢 我其实上一项油也是95的油 我试一下确实要好一些 然后现在继续加95 我打算以后就多加95了 我上一项油加了之后啊 反正就感觉这个发动机的声音啊 然后还有震动感 都要都好了很多耶 虽然说比那个92要贵个我看 贵两毛多 三毛 其实没有贵太多哈 但是油耗会降一点点 反正说的油耗会少10%左右 其实算下来就差不多 所以只有好处没有坏出来 而且我拉了这个脱挂房子 确实加95的油更好 我这次出去试一下嘛 反正是要跑这么久 我试一下就是不是会油耗会降一点 然后动力啊 全方面分析一下哈 反正那天刚下之后发动机的声音是小一些 对对对 目前来说是非常好的状态 就是再多开一段时间嘛 这是第二项油 这上下没有贵多少其实哈 这是5块9.5 那个是5块6.5 点击还多一些 都是吧 5块6.1 贵一点点 降了530块钱 哈哈哈 88升 估计加92的话应该就500多一点点哈 嗯 还可以 其实也没贵多少 嗯 多跑一段时间给大家分享这个感受 但是目前来说第一项油是挺好的 但其实就是你92的油没有烧完的话 一样的可以加92或92可以混着加的 然后你多加几箱就已经把那个 骑死完了就没了 这可能你要多跑一下 多跑点油 对 那个发动机才完全适应 对对对对你要多看一下 发动机才会适应那个油品 看一下后面没问题 转弯转转搭 安全道路继续行驶11公里 开始骑车山 前方秽住主路 这个服务区真的车太多了 走 继续出发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这个甘肃境内了 出太阳了 嗯 还可以啊 车面给太阳能超点电 但是甘肃这边这个高速啊 路况真的有点畅 也不是哭了一种力气 很老了 高速了一件事 开着这种胎照特别大 然后本来在上一个服务区就嘴边停了的 结果车太多了还是停不了 现在就到下一个服务区 五度 看了一遍能不能停 停车就做午饭吃了 哇终于下坡了 刚才一直是上坡 那会一直在上坡 好像从海拔五百多米 上到现在一千四百多米了 却我的电脑给我用的差不多了 而百分之五十多的电脑 现在只有百分之二十多了 现在是十多公里的长下坡 看给我回点电源回来 就不知道会下多少 应该下不了太多哟 现在四四公里 其实像鱼一样 在四十多百里的路由 再过太太年轻软 先我下坡 从路由却担在540里 到1 quando却弄大与 后一会平抵抵抵抵抵抗 ,接下坡